周一,墨西哥新闻主播施维贝尔在电视台直播中拔高扫门,挥舞手臂,十分激动地抨击反疫苗者,并且抨击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是潜在的谋杀犯。 他在直播中说道,你们这些该死的反疫苗者,一群笨蛋,别胡闹了,至少戴上该死的口罩,别再把世界搞砸了,是的,你,反疫苗者,你是个低能儿,戴上口罩。 根据墨西哥卫生部的数据,周二,墨西哥发布了新的新冠病例记录,一天内报告了49,343例感染病例。 世维贝尔还抨击了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,称他是潜在的谋杀犯。 澳大利亚政府因为德约科维奇,为接种新冠疫苗而将其驱逐出境。